好 下一位 陳偉業 主席 我知道數碼發展的情況 但是有不少市民仍然在用傳統的免費電視接收 但是有不少地區仍然都收不到 這個我和政府幾個部門都很多書信來往 過去幾年 特別元朗 例如劉浮山 還有在偏遠的地方 大嶼山呢 大嶼山有絕大部份都OK的 但是元朗差一些的 即元朗有很多地區是直接收到珠江台 收不到梅仙和阿士的 這個我覺得是很諷刺和很悲哀的香港 但是政府多次說人口的理由 已經說這些地區太偏遠了 人口不足 不足 所以他們就不會故意整個轉發站 提供這些服務 我想問問政府間的政策 是不是基於數碼廣播的發展 你是完全不再理這個 偏遠地區 特別偏遠地區方面的成果 美主長 其實偏遠地區方面 我們都盡量做的 也都知道 其實現在的覆蓋率好了些少了 比起上一次回來的時候 第九十六點幾 百分之九十六點幾 現在去到九十八 比起模擬廣播還沒有足夠的 我們都會盡量做 技術方面 或者我請通訊辦的同事 但是為什麼收到珠光台收不到無線 雖然都沒有什麼看的 你的電視 但是你在香港很荒謬 特別是劉浮山 近海邊的一堆 很清楚收到內地的台 但是香港的免費電視 全部收不到 梁先生答是不是 是 OK 陳議員 其實劉浮山那裡 那個模擬的接收是比較差 的確我們現在 在跟兩間電視台的商談裏面 都希望透過那個數碼電視 再去改善那個覆蓋 看看可不可以對於一些現有 無論是模擬或者數碼接收 仍然是有問題的地方 是作出一個改善 事實上在接下來的九個月 去到2013年九月 其實都有六個的數碼站 就會是做一個優化 加大功率的工作 希望可以特別在一些 包括元朗、北區 都做好少少的覆蓋 當然這個是否一定解決的問題 我們都要看到那個優化的進展 是不是真的達到我們的預期目標 如果不可以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繼續跟兩間電視台 去再談 在九月之後 會不會再有其他的改善工程 會不會再有其他的改善工程 但是不斷地拖延 而且經常都用一個政策理由 說你人口不夠 我就不會做任何事情 剛才就說 會透過那個數碼發展的優化 會不會給一個具體承諾 什麼時候會全部提供到 有什麼理由香港人 收到珠江台 收不到自己的電視台 其實陳偉業說的是兩樣東西 我們今天說數碼地面電視 取代無耳電視 但是現在其實在偏遠的地區 有些地方可能連無耳電視 都收得不好的 這個政府其實我想都很清楚 那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梁先生你講講 在這方面我想正如剛才講 在政策上我們現在有一個就是豁免 就是說如果半徑三公里 以來人口少於二千人 那電視台是有一個豁免 就可以在那裏 不需要再改善那個服務 但是政府自己可不可以做 都是我理解電視台的財政理由 你政府有一個公共責任 收到珠江台 收不到自己的電視台 政府這樣都可以接受 在這方面我想可以這樣講 其實我們都可以再和地區 看看可不可以地區資源去做一些功夫 因為其實現在在模擬那裏 除了電視台提供40個轉發站之外 其實有11個轉發站 就是由例如民政事務局 例如有些是懲教署 或者是有些其他的地區人士去提供 那我想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嘗試加強協助 不過就算做的話 我想都是朝向在數碼方面去做 因為始終模擬都是一個固定的時限 是會關閉的 OK 我們今天講的是數碼地面電視 但是事實上 這些模擬電視 就遲早又被取代了 當它全面可以覆蓋的話 但是現在現階段 還有部分地區 模擬電視都收不到的 那政府就說 有些地區的團體 或者其他政府部門 就會做這些事情 做那些收發站 轉發站 那這個答案 陳偉業肯定就不太滿意的了 下一位姚師傅 是